一雪前尺 2022女排试剧杯赛获在中国举行 天津女排成最大赢家 欢迎大家收看每期视频 视频开头 劳烦大家常按点点赞 你的点赞会让更多喜欢女排的球迷 看到这个视频 感谢大家的支持 咱们言归正传 最近中国女排视讯营也即将结束 对于女排来说也迎来了一个好消息 根据巴西记者在排球专栏中爆料 中国或将举办2022年至2023年 蓝女排试剧杯的资格 该记者在排球专栏中用 中国将重返国际排球舞台 这样的话语介绍了中国将作为 东道主举办2022年和2023年 蓝女试剧杯赛 中国排球俱乐部之间的比赛 主要是依靠国内的排超联赛 那么排球试剧杯是世界各排球俱乐部 之间最高级的比赛 同时也是排球俱乐部之间 学习交流的好机会 在之前浙江上新连续三年 获得了女排试剧杯的举办权 后面因为疫情的原因 举办力更换为巴西和土耳其 那么2022年试剧杯可能重返中国举行 如果这个消息是真的话 那么球迷在年底将会看到 精彩的排球比赛 试剧杯如果真的在中国举行 那么最大的赢家应该是天津女排 天津女排在今年做了很大的调整 随着袁新月 刘彦涵和瓦尔加斯的加盟 再加上李盈盈 王源源和姚迪组成的天津队 基本上和女排国家队有的一拼 在去年的排超联赛当中 天津女排也是获得了冠军 说起女排试剧杯比赛 天津队可以说是给球迷留下了很大的一个遗憾 同时也是天津队的一个耻辱 在2019年女排参加试剧杯的时候 球迷们以为天津女排会获得冠军 却让人大跌眼睛的是天津女排 以倒数第一的成绩收场 当时参加比赛的有 袁新月 朱婷 李盈盈 并且在这场比赛当中导致朱婷受伤 后来由于疫情的原因 天津队一直没有机会参加试剧杯的比赛 那么这一次女排试剧杯回到中国举办的话 对于天津女排来说 终于找到一个一血前齿的机会 毕竟现在天津队的阵容可以比你国家队了 如果女排试剧杯在中国举办的话 对于中国女排俱乐部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学习机会 也可以让球员在比赛当中得到很好的锻炼 我个人认为像天津女排 江苏女排 上海女排 深圳女排 都可以报名参加比赛 就算最后比赛无缘获得冠军 但是这是一次绝佳和各国女排进行交流学习的机会 女排试剧杯的比赛重新回到中国举办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下面留言哦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不降不散 拜拜